诶 诚哥 你怎么来了 姨姨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回成都相亲了 我今天是过来跟你道别的 那诚哥 你先进来 进来慢慢说 怎么这么突然之呢 你不认识下来才走吧 计划有变 我妈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跟我相亲那个女孩子很想见我 我妈叫我明天早上赶紧回去 所以这么晚了还来跟你道别 那诚哥 那你能不能别走啊 姨姨 这次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爸妈是铁定让我回去相亲的 所以 那诚哥 你想不想去相亲啊 哎呦 姨姨 你说的哪儿的话呀 诚诚哥肯定不想去相亲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 你可不可以跟叔叔来说 你不想去相亲 然后不去相亲啊 姨姨 其实我跟他们说过很多次 但是他们就是让我回去相亲 这次他们是铁了心让我回去了 那怎么办 实在没有办法了吗 姜哥 你能不能再想起来办法不去相亲啊 让我相信 哦 对了姨姨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谁啊 我堂姐 我堂姐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的 然后我爸妈也喜欢听她的话 要不我打电话问问她 看看她能不能帮我 然后劝一下我爸妈就说我不回去相亲了 哦 好好 可以 那姜哥那你打电话问一下 嗯 行 我给她打个电话 嗯 好 那这样子这个 我家里面也没有水 我去买皮水来给你喝啊 哎 不用那么麻烦了吧 没事 我去买皮水来给你喝 哦 好 行 行 好 喂 堂姐 哎 姜姨 嗨 好久不见了 哎 姜姨你打个电话了 姐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想请你帮我更忙 现在呢 就是我爸妈现在非逼着我回去相亲嘛 然后他们叫我今天赶紧回去 但是我现在又不想去相亲 就是我希望堂姐可以 帮我劝说一下我爸妈 就说我不回去相亲了 你看 这样子可以吗 嗯 是这样 就是你看你老大不小了 就是事该回去相亲了呀 叔叔阿姨也是非得你好 你早点身家里也多好呀 为什么去相亲了呢 哎 姐 其实 你有所不知 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哦 原来这样子呀 我就说嘛 哎呀 那这样的忙 那你妈妈那边的心情 就交给我了 我去帮你说 你好好谈恋爱啊 哎 谢谢姐了 不过姐 我现在还有个事情啊 需要你帮忙 还有什么事你说 就是关于现在我和这女孩子的事情 就是我感觉我喜欢她 然后她也喜欢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只要我一提到在一起 她就刻意地去回避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那你爹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这个女孩子的情况吗 这样子我也好抱你啊 嗯 是这样子的姐 就是她叫依依嘛 其实我们已经相处快半年了 我感觉她这个人很善良 很能干 而且还很能吃苦 她离过婚嘛 一个人带着孩子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哎呦 她离婚带娃呀 对呀 那怪不得了 我终于知道她 为什么一直回避你了 离婚带娃的这个女人吧 她给普通的女孩子 还是不一样的 她们呢 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 不会轻易地 就是打野别人在一起 一方面呢 我估计她可能感觉 她自己配不上你 没有想耽误你 另一方面呢 她可能曾经有一段婚姻 就是无伤害 就是说可能对新的婚姻 也比较谨慎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能她有孩子 就会怕她的孩子 受到委屈 或者是说呢 担心男主婚 也亲亲朋友啊 跟这些言随语啊 可能是想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 她如果没有随便答应你 反而觉得 她是挺负责的那个女人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呀 那谢谢姐 我现在在搞懂她的想法 还是你问女人 了解女人 但是话说回来 姐姐 你看 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晨晨呀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这段感情了 这个倒没问题 我可以帮你们 但是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还是当面解决比较好 最近我公司比较忙 出不开心呢 所以 来不到你们哪儿 就是如果当面的话 就何妨解决了 要不然啊 姐姐 你看你可不可以 让她来到房中 你想起姐 就是只要她等 你帮她能来得好之后 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好 这个感情的问题 真的吗 姐 那真的是太好了 当然了 你把她带来 那一方面呢 就可以当面去解决了解这样方面的话题 那一方面呢 就可以带她出来见见市民 还有就是我们俩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姐挺想你的呢 正好咱俩 这好咱俩 这段时间也去一旧 只要你俩来 所有的消费 兼卖单啊 好的好的 谢谢姐 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去跟她说 行行行 姐姐祝你早日抱点美人归啊 好的谢谢姐 那我先挂了哈 行行行 弟弟哈 好好好 再见 那我再等你们啊 好嘞好嘞 陈大哥来你喝水 姨姨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堂姐答应帮我了 哇真的吗 陈哥那太好了 那你明天是不是可以不又去相亲了 对呀 暂时可以不又去相亲了 但是有个条件 得需要你帮忙 什么忙呀 陈哥 你说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帮 姨姨 过段时间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杭州见个人呀 去见谁呀 到时候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的话还不方便说 怎么很为难吗 没有没有 也不为难 陈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呀 就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暂时不能一下子答复你 那这样子吧 姨姨 明天怎么样 明天你考虑好了 你跟我说 可不可以呀 行陈哥 那我考虑好了 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吧 好的好的行 姨姨 那我现在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 让陈哥给你挖走啊 好